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雷古墩》 曾侯乙墓发掘记 作者是越南 这本书详尽描写了曾侯乙墓发掘的全过程 曾侯乙墓被称为二十世纪中国境内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曾侯乙墓 当时在这座墓内出土了珍贵文物一万五千多件 一个墓内出土国家一级和国宝级文物如此之多 在全国也属罕见 当时发掘出了一架青铜编钟 不但保存完好而且发音纯正 被誉为世界罕见的奇迹 然而这样重大的历史性发现 却经历了起伏跌宕一波三折的传奇过程 1977年9月湖北武汉空军某修理所驻地 是一片繁忙景象 很多军人正在随县城关西郊的雷古墩附近 扩建厂房 雷古墩位于湖北隋州市区西一公里处 之所以选中这里呢 因为雷古墩周边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这个地方是一山傍水可以说是天造地设 风水宝地 这次修建厂房按照原计划 要在原有的山岗上深入地下十米多 在挖掘的过程中 负责这次修建任务的空军雷达修理所所长 王家贵就发现 地层结构不太一样 所挖的位置由褐色的泥土构成 感觉像是人工挖田的地层 王家贵对当时的另一位所长郑国贤说了 嗯 我有一种预感 下面怕不是一座古墓吧 机器轰鸣 炸药爆响 部队的施工仍在进行当中 可是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 这天上午参与施工的村民 在清理碎石和泥土的时候 掘头在挖掘中只听见咕咚一声 一个圆滚滚的铜质的物体 从泥土中滚了出来 仔细一看 这好像是个香炉啊 拿在手里感觉沉甸甸的 紧接着这个村民又从土坑里 陆续刨出了三支器物 魏酒一连挖出了二十余箭 全部是青铜器 趁着周围人不注意 他偷偷地把宝物包裹好 一路小跑气喘吁吁地 把东西背回家中 并且在家里 大出了一块木板公开展示 引得周围的村民是纷纷围观 大家是你一言我一语 有的说了 这些青铜器呀 卖给废品回收站 可能也就能卖几个钱 有人说了 这里边都是宝贝 咱们应该给它撬开 众说纷纭之际 这个村民实在是按捺不住了 抡起了大铁锤 就像其中的一个青铜罐子 狠狠地砸了下去 正在这时 只听得门外一声大喊 住手 几位驻地官兵匆匆忙忙冲了进来 对待在现场的村民大声呵斥 你弄来这些东西呀 都是珍贵的国家文物 必须交给国家 私藏可是犯罪 要打成现行反革命的 军队负责人员 带着收缴的青铜器回到驻地 又请了部队 其他的几位首长观看之后 认为啊 确实是谷物 于是决定密切关注施工现场 同时呢 向随县文化馆打电话 请他们派人来把收缴的青铜器拿走 紧接着陆续有人报告 哎 又发现新文物了 并且有的已经哎呀被偷出去当废品给卖掉了 王家贵看到这种情况就和郑国贤商量 说这要真是一座古墓啊 这事可就大了 是不是让县里派一个明白人来给看看呢 于是他们一方面向上级部队报告 一方面再三请求县文化馆前来确认 可是县文化馆并没有引起重视 第一次来人在现场转了一圈 简单的问了几个问题就告诉他们 这个不要紧嘛 你们该怎么干怎么干 继续施你们的功吧 这个时候王家贵很担心呢 说继续打眼放炮 万一损坏文物怎么办 可是对方干脆的回答说 没关系啊 继续放你们的吧 这就像啊毛主席所说的 带着花钢眼脑袋去见上帝的反动派是一样的 你不打 他就不倒 要给他点厉害看看 可是这几度施工现场都让王家贵心存疑虑 他始终认定这地下是一座古墓 却苦于没有证据 1978年2月21日 推土机正在工地上紧张的工作中 一块长宽各一米多的大麻灰色花钢眼大石板破土 继续挖掘之后发现了一连五块大小相近的石板 都经过人工凿制铺砌成了一个平面 几小时的推进地下大石板陆陆续续被撬起几十块 一眼望去如同一片石场 继续深挖又发现夯实的白高泥结合现场种种的迹象 这地下深藏着一座古墓是无可怀疑了 部队当时的负责人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部领导明确批示 同意暂停施工确保国家文物安全 不得已 王家贵骑着自行车直奔县文教局 找到了文教局局长汇报 在王局长亲自督办下 文化馆又派来了一个 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吧 他围着这个雷古墩东面的施工现场 转了一大圈 然后对中间部分出土的地质结构反复查看 最后得出的结论是 这个木坑的形状像一把手枪 又像一把锤子 这么不规则的多边形木坑 我的老师没教过 我也没见过 所以我也不敢打保票断定 下面他就一定是一座古墓啊 几个月了 电话打了无数遍 连续派人去请过了三路神仙 可到头来得出的还是这种 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半调子结果 这又算怎么一回事呢 可是想到军区领导 保护国家文物安全的批示 他们的心中又紧张不安 于是一封秘密加基要的特殊寒件 发往了襄阳地区革命委员会 请其火速派一位真正的国宝级专家前来勘察 对此事做一个最后的了结 1978年3月5日 襄阳县相关负责人员坐火车赶赴随县 听取了县文化馆负责人的汇报 又查看了相关资料 当他们来到现场放眼一看 当即断定 这一定是一座大型古墓 但是仅从外部情况现象推断 墓葬年代应该在春秋到秦汉之间 只是墓内透出三个板块状的信息 很有些神秘 外人实难捕捉 只有身经百战的老考古人员 才能看出其中的端倪 一座在地下沉睡了千年的古墓 一个险些被毁坏的珍贵文物群落 终于排除万难得以保全 可是这脚下到底是一座墓 还是三座墓连接在一起呢 地下棺果又是否完好无损 墓的主人是否还安然躺在棺中沉睡 这样的问题就都必须通过钻探 才能够确认了 这个神奇的灵墓里 究竟埋藏着怎样的秘密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一起来读 《旷世觉响 雷古墩猴以目发掘记》 我是段淳 明天见